各位观众您好 欢迎收看这一期的全球新闻联报节目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敬请按赞订阅留言分享 并且开启右上角的小铃铛 这样如果有新节目发布 您便能在第一时间收到通知 接下来就请您一起来关注 今天的全球新闻联报 俄罗斯跟乌克兰原定在本月2号进行第二轮的会谈 不过最终没有举行 乌克兰总统府顾问波多利亚克2号又向路透社表示 乌克兰代表团已经启程 将在3号跟俄罗斯展开第二轮的谈判 在此同时有消息指出 乌克兰前总统亚努科维奇 目前正在本俄罗斯首都明斯克 俄罗斯方面准备扶植他来取代泽伦斯基政府 中海媒体报导 乌克兰总统府顾问波多利亚克2号向路透社表示 乌克兰代表团已经启程 将跟俄罗斯进行第二次的谈判 而出于安全的因素 逃法证实代表团前往白俄罗斯谈判的路径 至于莫斯科方面 克里姆尼公发言人佩斯科夫也表示 等待乌克兰官员抵达之后 双方三号一早就可以进行下一次的和平谈判 磋商停火事宜 据了解俄罗斯方面也没有对外提及今次谈判具体的地点 但是乌克兰外交部长库列巴表示 基辅当局不会接受最后通牒 克里姆尼公日前曾经说过 普京强调只有在无条件将俄罗斯合法安全利益 列入考虑的情况之下才有和解的可能性 而这其中包含承认俄罗斯对克里米亚的主权 乌克兰国家非军事化跟去纳西化 以及确保乌克兰中立地位 在此同时乌克兰情报部门指出 目前正被乌克兰通气的前乌克兰总统亚努科维奇 他人目前正在白俄罗斯的首都明斯克 情报消息指出 克里姆尼公可能准备将他送回乌克兰 或是在不久的将来以他的名义 向乌克兰人民发出号召 以便在乌克兰成立进俄罗斯的新政府 2010年亚努科维奇当选乌克兰总统之后 拒绝加入欧盟的协议 反而向俄罗斯扣拢 寻求贷款的借助 导致乌克兰国内人民不满抗议 2014年2月 由于抗议人群跟警方爆发冲突导致死亡 差点爆发内战 亚努科维奇后来一度声称 已经跟反对派达成协议 但是不久之后 他的坐车在基辅到哈尔克夫途中遭到枪击 随后他流亡到俄罗斯 乌克兰国会随即表决通过罢免 此前兼任欧盟委员会副主席 欧盟高级外交代表伯雷利 在法国世界报撰文表示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规模来看 普京的意图就是要占领乌克兰破坏民主 所以基辅建立一个傀儡政府 而这也是对欧洲安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威胁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不只让全球大失一惊 据了解就连许多俄罗斯年轻士兵 事先也不知道要打仗的事实 目前乌克兰运用特殊心理战 公开被俘虏的俄罗斯士兵照片跟影片 邀请他们的母亲亲自来到首都基辅 接他们被俘虏的儿子回家 不过在此同时乌克兰武装部队特种作战司令部 在联署粉丝团向俄军炮兵喊话 强大未来不会再接受俄军炮兵的俘虏 而是要将他们直接击毙 正常媒体报导 乌克兰武装部队特种作战司令部 在粉丝专业表示 俄罗斯炮兵使用炮火覆盖我们的和平地带 对我们的亲戚孩子亲人施加残忍炮击之后 已经成为我们的投号目标 乌克兰特种作战司令部还在贴文之中 附上一张野狼啃食肉虎的画面 并且向俄军炮兵喊话 从现在开始不会再有俄军炮兵的战俘 不管是指挥官还是士兵都将被我们击毙 而另一方面根据乌克兰在网络上发布 许多被俘虏的俄罗斯大兵影片显示 许多俄罗斯士兵表示 他们以为自己只是要去边境地区进行训练演习 并不知道自己要入侵乌克兰 根本就是被骗过来的 当他们发现自己是来作战时 感到士气低落 而且他们被告知目前是证实 如果他们拒绝的话 就会成为国家的敌人 甚至可能被枪击 因此他们成了炮灰 根据法新社的报导 乌克兰国防部二号表示 我们已经做出决定 如果政府的母亲们 亲自来到乌克兰首都基辅 就会把他们被俘虏的俄罗斯士兵的儿子 交还给他们 据了解目前乌克兰国防部提供好几种 俄罗斯家长领回孩子的方法 包含使用战俘资讯 TenicV频道 拨打从乌克兰活着回来的热线 或是寄信到官方提供的电子邮件 如果确认孩子遭到俘虏 俄罗斯母亲必须到基辅亲自接人 乌克兰国防部指示俄罗斯家长 自行前往波兰的边界 从波兰进入乌克兰 之后会有专人陪同他们前往基辅 乌克兰国防部强调 我们乌克兰跟普京那些法西斯分子不同 我们不会跟母亲以及被俘虏的孩子们打仗 报道表示这个举动 显然是乌克兰最新一波的心理战术 目的就是要使得莫斯科难堪 乌克兰英文媒体网站基辅独立报表示 乌克兰平民现在提供被俘虏的俄罗斯士兵们 茶跟食物 还让他们跟母亲打视线电话 此外纽约时报引述 美国高阶官员表示 有些俄罗斯部队故意在车辆上面的油箱打洞 来规避作战 这也显示出俄罗斯士兵目前士气非常低落 因应俄罗斯跟乌克兰的战事 欧盟已经决定播出4.5亿欧元 用于致命武器 支援乌克兰武装部队的军事装备 此外还将播出5000万欧元 用于提供非致命性的用品 例如燃料、防护装备、头盔跟急救包 同时美国、德国、西班牙等国家 也相继宣布军事援助 不过外界关注的是 这些武器要如何诉讼到乌克兰 德国之声报导 截至目前为止 来自西方国家军事援助 都是依照武器类型 通过陆地或是空中的方式来进行诉讼 但是乌克兰空运目前遭到俄罗斯战斗机的控制 俄罗斯军队大可以通过空袭跟导弹打击 拦截武器的运送 此外以上跟俄罗斯较为亲近的欧盟国家匈牙利 虽然在制裁方面 选择跟欧盟站在一起 不过他们已经表明 不会允许致命武器经其领土运送到基辅 俄罗斯军队拦截武器运送的可能性 也让波兰成为焦点 波兰跟乌克兰边境相邻达到535公里 长期以来尤其是美军 都是经过波兰派遣部队和运输装备的历史 而在匈牙利拒绝允许致命武器运进该国之后 波兰肩负的责任又更加沉重 总部位在伦敦的智库皇家联合军种研究所 欧洲安全问题研究员阿诺德表示 目前所有这些军事设备 基本上都在波兰边境集结 即使其他国家自告奋勇 比如斯洛伐克 不过那也未必是一条容易的运输路线 因为从斯洛伐克到罗马尼亚层层山脉 而这样的地理环境将会成为阻碍 日内瓦安全政策中心的武器扩散问题 专家菲诺则指出 乌克兰当地局势万瞬息万变 他告诉德国之声 如果西方车队或是运输被阻止 不管他们是否在北约成员国境内 还是已经越过边境进入乌克兰 如果西方国家因此受到攻击 很可能会加剧紧张的局势 因此尽管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 格鲁什科曾经扬言 北约如果持续军援乌克兰的话 可能会发生一些事情 不过这种战事升高的风险 也让俄罗斯暂时选择按并不动 毕竟这样子做 等于是在针对西方的补给 但是另一个关键因素就是时间 基辅跟哈尔科夫的乌克兰部队 获得增援的时间 目前正在快速流逝 总部位在伦敦的智库 皇家联合军种研究所 欧洲安全问题研究员阿诺德表示 现阶段乌克兰弹药供应酷解的威胁 至关重要 乌克兰部队供应重武器的弹药库存 可能还只能用5天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 受到全球大部分国家的批评 不过在中国网络上面 却几乎一面刀的支持俄罗斯 还有中国网友呼吁 周团要买爆俄罗斯的商品 而一些反越反对战争 批评俄罗斯的声音 则被中国官方封杀 纵海媒体报导 近日有不少中国网友 选择到俄罗斯驻华大使馆 为于授权的电商平台 俄罗斯国家馆来进行购物 将店内的各类零食 茶叶都洗劫一空 热门商品甚至被买到 显示为预售商品 而店铺的粉丝量也在暴涨 光是3月2号那一天 增幅就已经超过20万 从原先当天上午不到10万 增加到晚间的33万 观察者查询之后也发现 日前这家店里现货 仅剩下洗衣液 清洁剂跟酒类等商品 而各类零食茶叶 都显示为无货的状态 俄罗斯联邦总商会 驻中国商业大使谢尔盖 对此还拍影片 亲自向中国网友表示感谢 另一方面 德国之声也指出 中国目前严格控制 国内社群的媒体 全力打压任何支持乌克兰 或是谴责俄罗斯 以及普京的声音 举例来说 中国现代舞蹈家 著名主持人金星 他在微博有将近 1358万名粉丝 日前他在发表反战言论之后 他在微博目前处在 被禁言的状态 而上个月底 中国五名历史学家 联合发表一篇 谴责俄罗斯 入侵乌克兰的公开信 表态强烈反对 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战争 这封公开信几个小时之后 就被微信封杀 目前只能在海外的 推特平台上可以看见 为何中国民众 如此支持俄罗斯 纽约时报分析 普京将俄罗斯描绘成 西方政治 意识形态 跟军事情略的受害者 因此引起中国民众 强烈的共鸣 这跟中国的叙事故事 基本吻合 也就是美国跟其盟友 害怕中国崛起 此前美国多次向全球示警 俄罗斯可能会入侵乌克兰 中国民众却都抱持怀疑态度 中国学者也大多认为 不稳定的欧洲 局势有利于华盛顿 因此美国只是在 煽动大家的恐惧罢了 而等到正事真的爆发之后 他们也惊讶了 中国政府一些 最具影响力的国际关系 顾问也认为 中国学者的误判 可能是源自于 他们对美国深刻的不信任度 尽管如此 中国国内也有部分声音 对于中国民众 如此支持普京 感到非常的压抑 更有人讽刺 普京该让小粉红们 上前线才对 他们才是普京真正的铁粉 俄罗斯对乌克兰 发动攻击之后 让中国意外卷入 粮食危机 目前全球市场 担心原油供应受到阻碍 而中国似乎也担心 能源跟粮食供应 会受到战时的影响 最了解中国高层官员 已经要求国家发改委等有关部门 要确保中国自身能源 跟粮食供应 不受战时的影响 彭博士引述 知情人士报导 中国高届官员要求包含 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 在内的相关部门 推动相关国家企业 设法弥补战争 可能导致的商品进口缺口 知情人士表示 除了来自俄罗斯的石油 天然气供应 是要得到稳定之外 也要保证有足够的 进口替代来源 来填补由乌克兰进口的 铁矿石 玉米 以及大麦 根据中国海关总数的资料 中国是乌克兰玉米 大麦跟葵花籽油的 主要买家 去年由乌克兰进口的玉米 有820万吨 占中国全部玉米进口的 29% 值得注意的是 近几年因为新冠疫情 冲击供给 供应链扰动 以及中俄关系恶化等 定源政治的影响 中国官方加大确保 能源跟粮食安全的力度 金董学者斯林认为 中国内部通知来得 非常的突然 估计是俄乌冲突 局势发展打乱了 中国如意算盘 中国原本可能是希望 只有俄罗斯 侵占乌克兰这个机会 俄罗斯就可以直接把 乌克兰非常多 重要战略资源 低价出售给中国 不料俄乌战争开打之后 俄罗斯试图在短期之内 拿下基辅的计划 已经失败 乌克兰对中国的不满 也持续扩大 因为中国政府一直拒绝 谴责俄罗斯 入侵乌克兰的事实 而日后 中国肯怕难以 以优惠的价格 从乌克兰进口大量粮食 天下杂志也分析 北京在乌克兰议题上面 保持战略模糊 首先是因为 中国基于 国家经济安全的考虑 正在深化跟乌克兰 经贸的关系 作为其粮食跟 能源进口的替代来源 减少中国对美国 跟澳洲相关的依赖 所以中国极力避免 因为支持俄罗斯 而伤害中国关系 中国早在2011年 就跟乌克兰建立 战略伙伴的关系 乌克兰被称为欧洲粮仓 是全球第八大农业生产国 第五大农产品出口国 中美贸易战2018年 开打之后 乌克兰更是北京 将第一代美国跟澳洲 进口粮食跟能源 需要拉拢的对象 双边贸易关系 在近几年快速扩张 如果北京在乌克兰问题上面 跟莫斯科站在同一个阵线 同时会得罪乌克兰 伤害中俄关系 将他们更推向美国的怀抱 同时也更提供 华盛顿一个借口 将中国描绘成 世界和平稳定的破坏者 因此也不利于 中美关系的发展 不过基辅国立大学 政治学教授库利子分析 乌克兰需要美国支持 对抗俄罗斯的威胁 因此中乌发展 势必受到限制 这恐怕也迫使 北京不得不选择 全面提升中俄关系 拉拢同样受到 美欧制裁压力的莫斯科政府 谢谢您收看明镜新闻台 敬请您点赞 分享 订阅 推荐给您的亲友 更请您点击节目内容 简介里的PayPal链接 支持我们